台湾地区四大投票案进入倒计时 各政党卯足权力冲刺 一线政治人物的表现也引发关注 台湾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 台湾地区十大政治领袖排行榜 新北市长侯友宜稳居第一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排第二 第三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台湾媒体针对全台湾目前最有知名度 及影响力的32位政治人物进行民调 结果显示 新北市长侯友宜被看好程度第一 高达76.1%的民众看好他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则排第二 看好度64.9% 台北市长柯文哲排第三 看好度61.2% 郭台铭排名第四 看好度57.7% 国民党民代蒋万安排第五 看好度为55.7% 我们要珍惜当下 把握每一天做好市长的角色 好好做事 对比上一次也就是9月份的民调 侯友宜看好度稳居第一 赖清德维持第二 也是排行榜前五位唯一的绿营人士 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从第六名上升至第三名 国民党民代蒋万安 从第七上升至第五 桃园市长郑文灿 及高雄市长陈其迈 则下滑两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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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